好了,这是昨天晚上剩的汤圆,热了热 这是包子 这是昨天剩的萝卜,腌的萝卜 然后呢,这个是菊粉,一勺 你搁在汤圆里也行,看 五克 这个能融化开 你早上喝粥,喝咖啡,喝牛奶都可以搁里 吃饭 大家好,我是兰兰 现在呢,三八期间呢,菊粉不是搞活动吗 结果啊,这菊粉我连着喝了三天 因为呢,我接触菊粉的时间比较早 就是一两年前啊 自从我接触它以后啊 我发现它真是一个好东西 所以我很多时候都舍不得喝 就给我妈留着 而且呢,我呢,就是排便每天很正常 就是肝 就是从小就是大便干燥 但是呢 这两天不是拍视频吗 你每天得给大家演示啊 怎么喝呀,喝多少啊 所以呢,我就喝吧 我就跟你们说一下喝完以后什么样啊 我在两年前啊,接触菊粉的时候 刚开始喝的时候就 放屁啊 不停的放这一天呀,广放屁 然后广拉 就拉的这肚子呀 就感觉拉空了似的 就特别的轻松 而且呢,就是特别的臭 所以就是说吧 你看,人的毒素大多啊 都在肠道里面 而且通过我们的肠道呢 给排出去 你这样的 你底下排干净了 你上面吃饭不就更香了吗 所以呢,我就给我妈喝 我妈是常年呢 靠药物排便 然后呢,菊粉呢 自从接触了以后 她就从来没断过 我每次都给她三桶五桶的 就是往哪边寄 就给她订购 我这两天啊 这三天连着喝 就是,我就很 前一日子我就发现啊 我现在喝呢 就已经不排气了 就说你已经适应她了 就不放屁了 可是啊,就是 反正你喝完以后 明显的感觉就是 排便特别的顺畅 因为它是可容性的 就是结合水以后 你喝进以后啊 它能使你的大便变软 你一软不干了 它不是就排着就省劲 而且快了吗 昨天我跟我们家老二 不是晚上吃火锅去了吗 吃完回来 哎呦喂 就开始辣呀 那臭呀 哦,我说怎么了 我说是不是 咱俩吃的东西不干净啊 后来我一想 没有 因为那尖吧 就是特别干净 我们才老去他们家吃 后来我就想 是我早上起来 拍了一个菊粉的视频 我喝菊粉 到了晚上那会儿 它那个下来了 劲儿就下来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不又开始拍了一个视频 又喝那菊粉吗 结果昨天也是 哎呦 就觉得哈 这肚子里 然后那火也下去了 我就忘了 我前一日子感冒这么长时间哈 我就应该喝它就好了 因为你喝它 你不管怎么样吧 就是你排便 顺畅了以后呢 你是不是火 因为就是过节吃肉 吃的多吗 到谁家都吃 就是一下就有点火 再有点累 然后免疫力再下降 哎呦我的天啊 受这个罪哈 但为什么就是说 我停是因为呢 给我妈省 而且还有一个 我觉得我正常了 虽然啊 就是排便费点劲 但是我每天 它是正常排便的 我也就把它给停了 然后还哈 还感谢哈 这个三趴这回 他搞活动 很让我借着拍视频 他就连续的喝了三天 而且我每天就喝一次 你要有的人 他就说 这个排便困难的话 你一天喝三勺 每次呢 就五克 你一天最多 不要超过三勺啊 就是你多好东西 也是量力而行 就这样 白色的粉帽 你冲出来以后呢 它是无色无味 透明的 这次活动 就是送一个吞吞杯 然后里面有一个吸管 它是配的 买三桶啊 119块9 然后送 送这个 五条 这样的 就是五支便携装 如果你要买五桶呢 是188块8 然后送一个吞吞杯 然后送五支 试用装 这一桶呢 是三百克 你要一天喝三勺的话呢 可以喝将近28天 一个月 保纸期呢 是两年 我们在饭前喝 比如说你 或者说你饭中哈 配点咖啡呀 牛奶呀 都可以 或者你就拿水 温水充服也行 如果有人说 那我肠胃不好 那什么时候吃 肠胃不好 你就吃完饭以后 你再冲 睡觉之前 是吧 或者说你上班 没有时间 喝的话 那你就 晚上睡觉之前 或者早上起来 喝 喝两次也行 我呢 是喜欢 寻寻渐进的 尤其 我感觉我排便 还不是那么困难的话 我就喝一勺 它也不是药啊 也不是保健品 它就是 一生源 它呢 是可容性的 膳食纤维 而且它是纯植物的 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 没有任何的添加 它的配料表呢 很干净啊 菊粉占99.99% 其他就是零生素C 行 希望能有更多的 我的粉丝啊 看到 然后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呢 因为他哈 获益 好了 这期呢 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您观看 咱们